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6日 这是林小和谈投资理财的第26集 今天是礼拜四 联准会会在凌晨2点公布本月的会议记录 所以投资人在2点之前都在观望 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12分了 联准会的会议记录应该是公布了 只是不知道他公布的内容是什么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的表现 今天欧洲三大股市收盘都是涨的 目前道琼工业指数小跌 NASDA这边看到涨94点 不过从这里看的话 NASDA涨66点 道琼它跌49点 从这边看它的讯息是比较及时 比STARQ还快 现在NASDA又涨上去了 这时候涨115点 看起来联准会公布的会议记录 消息应该不会太负面才对 昨天那些网络社交媒体股大跌 尤其这支SNAP大跌43% 不过今天它又涨上来了 目前它涨10% 这一波美股真的跌很惨 已经可以算是金融海啸了 尤其NASDA从16000跌到11400 已经跌掉30%了 NASDA已经跌到这么低了 你觉得要停损出场吗 还是逢低买进 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不过我对美股的看法还是蛮乐观的 你看它长期的线图 它就是一直在往上走 当然涨多了 它一定会回档的 美国是全世界经济军事工业最强的国家 如果你连投资美国都会担心 那除非你都不投资 不然你要投资什么 股市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它的变化莫测 你永远猜不到 明天它会涨还是跌 不管美股它回档的时间有多长 回档的幅度有多大 我们对美股还是要有信心的 至少我是很有信心 一直都这样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 目前美国道琼指数涨104点 纳斯达指数涨149点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